大家好 我现在在霸王茶季 喝茶 但是我约有一个人 现在我在等着他出来 OK 希望他 快点出来 我们的video就可以马上开始 所以现在 我们先喝茶先咯 当然每次我来这里 我都是会点这个罢了 就是 Pish D应该是PishD 我直接点这个罢 其他的我还没有点过 可能下一次来我会再点 驾 A few moments later 来喔 我们的大哥 来了 不如在这些水平坡里来啊 在这些水平坡里 OK OK 我在想 我要找你PunderDouble 有没有这个希望 可以 打什么 打什么 打什么啊 身体健康 我们打身体健康啊 你出了七脚吃来 我做了什么 每个礼拜陪小孩子后 我两个孩子也是很喜欢打羽毛球 每个人看到我的Instagram 讲是不是你要培养你的 孩子打羽毛球 其实没有啦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我爸爸跟妈妈是以前 因为也是运动员 然后他也有兴趣 然后 因为也是这个MCO 他每天在家 然后有比赛啊 他看啊 他也知道谁是 马来西亚球员啊 然后也是 外国球员 他也知道 还有偶像吗 偶像每天 每天讲爸爸的名字 因为他有看过爸爸比赛嘛 然后有啦 还有看过日本的球员啊 某某某 什么球员他都认识啦 然后因为他也差不多我大儿子今年三月份也三年纪了 嗯 第二的就一年纪了 嗯 然后他每个星期都要我跟妈妈陪他打羽毛球 然后我们就去租一个球场 每个星期啦 固定的就陪他打羽毛球这样哦 其实我的孩子也是有很多人问 但是我觉得给他打兴趣就好啦 我觉得打兴趣啊 因为蛮压力啊 对就是问题是讲 不是压力啦 因为现在的趋势啊 现在的时间跟以前我们的年代不一样 嗯 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年代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都会问我 诶 中尾你会给你的孩子打球嘛 然后我讲哦 我不能决定他一定要打球还是不打球 对对对 我觉得给他自己去选择 对 是真的他想打羽毛球 嗯 我跟我老婆都有商量过的 嗯 我们会去支持他 怎样去培养他就怎么样 我是觉得一个运动啦 不要去墙壁太多 因为以前我们打的时候 对 我们的爸爸还是没有 我们有墙壁我们打的吗 其实没有 因为其实 呃 我觉得我爸爸也不是这样 呃 要墙壁讲哦 你一定要代表国家 还是你一定要拿冠军 其实是没有 就是因为 我们也是兴趣运动 然后爸爸也是看 啊 ok 啦 可以培养你去打 是啊 我们的爸爸不要随意啦 我们打输比赛哦 他都没有骂我们的 对对对 最重要是我们开心嘛 对对 但是有些人的父母哦 你一打输球 他就直接 会骂 会有的人 有看到小孩子比赛的时候 他爸爸骂就说 其实一路来 我爸爸妈妈 像我比赛中的时候 只能说打电话来 他知道我肯定是会伤心到 嗯 他就说 不用紧啦 下一次又再来啦 输了 无所谓啦 还有很多比赛等着你打 就是 呃 比如我讲过 为什么你输啊 为什么你输给林丹啊 为什么这么啊 大家都想 每个人 大家都想赢啦 其实大家都想赢啦 对 大家都很想赢比赛的 那你有人要输 要输是很容易的 不用训练都会输 对不对 要胜就比较辛苦 你要刻苦地去训练 对对 其实这个影片 我是想问你啦 因为 我看马来西亚啦 就是唯一你啦 我是表差啦 所以我要听 我们的大哥就是 从小啦 就是因为 你打得最好 你坚持到 最后 所以你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啊 那个过程啊 想要 分享出来 然后 我觉得这个视频 如果播出来的话 可以激发很多小孩子啦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 每个人 都要坚持啦 因为你自己本身都运动 我每次看到你在直播的时候 觉得 你讲 那时候我上来的时候 自己会 神戏自己 然后 我每次 你每次有问我 为什么你可以做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就是到最后 是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最重要啦 然后你坚持下去 等到一天的时候 比如我讲 能说 在我们跑步的时候 1600米 你也是跑 我也是跑 我祝福你能跑得这么快 但是我跑最后 我是跑最后的 对 但是你累的时候 到那时候 我抽筋了 然后等到有一天 你成为 我全英国监兵的时候 你觉得 哇 我累是值得的 嗯 就是在你拿 累的时候 你完成你自己的梦想 拿到那个冠军 还是你拿到 Action Game 冠军的时候 你觉得 哇 我很值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带来一个推动力 给我们的运动员 那个是最重要的 嗯 对 但是你一定会迷路的嘛 好像会迷失的嘛 那我们迷失的时候 嗯 有时候很想放弃嘛 对不对 对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就是最辛苦的时候 你要怎样去 我可看嘛 其实那时候的时候 我也是有放弃过 呃 想要放弃很多 听说你 你讲要放弃嘛 对不对 一个就是在 2012年5月份 嗯 伦敦奥卫会 我在 呃 你也看到我 我熬到脚在打Watergate的时候 嗯 在那个中国汤杯 啊 那时候说回来的时候 我先回 回到马来西亚 我去看医生 医生跟我说 你还有 呃 三个月要打奥运会 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嗯 然后我在那边心想 我就在那边自己流眼泪 嗯 在医院里流眼泪 我觉得哦 有可能这个2012 的奥运会伦敦 就是我最后一次的 奥运会 嗯 每个人讲 为什么你会坚持到2016年啊 为什么你会讲 因为 还有四年的呃 呃 行程我们不懂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有可能你还会做 研究的受伤病啊 对 骨折啊什么 我们不懂 因为你自己本身都是运动员 嗯 你突然间你熬到脚的时候 你也不懂会怎样发生 对 能不能100%恢复呢 嗯 不可能 对不对 那时候的过程 你又看到我很痛苦 你也自己知道 你也是跟我在 那个伦敦 巴尔学院训练 对 我还去 在那边训练也不能跑 只能打 半球 半球也脚也不能直 然后只能每天 呃 我们的视频带我 在那个学名部那边念 嗯 然后罗西带我慢跑 然后到 伦敦呢 我们的比赛关的时候 我还不能跑 你也知道吗 嗯 然后就开始 哭了 应该我觉得 这个是 没有希望了 嗯 那时候的时候 其实 呃 的想法就是说 啊 这个是我最后一届 就是去打 也没有想这么多 到明天要开始比赛 我还是不能跑 全场 还是在那边哭 那时候你有吃止动药吗 对 应该有吃了 明天开始的时候 要比赛的时候 就开始吃两个止动药 然后 呃 帮我包那个脚包 像一个球这样 这样大进去打 其实我 我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我也是 我也是很大压力 因为 国家队讲 如果我们没有拿到牌的话 我跟古建杰就要扯了嘛 对 那时候也是蛮压力 就是 打到四枪 然后就 冰掉了 对 就是每一个人的 呃 都有压力啦 没有压力是人家讲的 后面我都偏狼啦 但是太轻松 又好像没有挑战那种人生 对 人生就是要有压力 才可以挑战嘛 还有动力哦 对 才有动力 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 就是 有一些网友啦 就问 啊 你用什么球拍啊 然后你用什么线啊 你Tension多少啊 这些东西可以分享啦 每个人都知道 我是 Unex的一切也是Unex 因为 你退出国家队的 你就会换别的赞助商 然后我觉得 我一路来都 呃 十几年啦 到现在 你是很少换球拍 没有 就是可能公司叫你才换的嘛 对 因为 有时候我们那种的感觉 你要换球拍的时候 你也觉得那种感觉会跑 要找回去那种真正的感觉会比较难啦 嗯 以前我打的 就是 就是六十六四 嗯 然后 Tension 32 然后 呃 那时的时候 我有一个不好的 呃 怎么啦 不好 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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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也是有一片的 球拍要包到美美 先要尊重 要先尊重 然后 有时人家说 哎 你断线了 出国可以绑 你有看过 打帮过球拍吗 没有没有 他每次一出比赛的时候 就是要绑线 以前我跟他一起住的 嗯 应该 很多人不知道啦 对对对对对 以前我很期望 跟他一起住的 你知道吗 因为跟他一起住哦 他会教我打球 又把他绑线啊 什么啊 学到很多东西 其实因为呃 我就会在马来西亚绑变变 嗯 十字 然后绑变变 这两个比赛 已经足够我的球拍了 因为 我觉得 去到外国给人家绑的时候 那种的Tension 那种的感觉 不是自己要的 自己要的那种的Tension 然后呢 在比赛哦 平时我带拉格是带 一个球包 一个拉格 他就不一样哦 他就带两个拉格 到三个拉格 我在回忆他 里面放什么东西 其实你拉格里面 是放什么东西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东西 很多人要知道的 对对 我每次去比赛的时候 都会带两个拉格 对 然后我会准备 我自己的吃的东西 然后recover 就是protein啊 嗯 每个人说 为什么你带这么多东西的 对对对 然后 因为我比较 喜欢听歌 带那种小小的那种 boster speaker 放在里面 然后去到那边 可以听歌 可以检验 我自己的压力的比赛那种 对对对 然后他鞋哦 我是带一双 他不懂带两到三双 不知道吗 我带三双鞋的 没有应该是 因为我每次打进八双的书 他打进最终 所以他要穿两双鞋 你看他有时候去三个比赛 然后他三个都可以 拿冠军 有可能进亚军 所以可以穿到多鞋一点 其实 我每一个比赛 应该是这个没有人知道 我一个比赛换一双鞋 你可以分享 其实我们是在放松 对对对 你太严重了 没有 不是严重 我觉得 因为我是每一个比赛 我都换一双鞋 因为人家为什么做 你这样浪费鞋 其实我没有 保护脚是吗 因为我每次打了过后 那个 拇筋 然后越来越薄 然后你穿到很不舒服 对对对 然后你这样训练的时候可以 比赛的时候我不能 然后我就想 我会拜三双鞋 一个比赛是一双鞋 从拜一开始嘛 因为拜一我们要训练嘛 拜三开始比赛 然后你讲有时候我拜 有时候是半双鞋 或半双鞋 还是OK啦 下个礼拜还要训练 然后每次 决赛的时候 我就会 一个星期一双鞋 然后我就带三双鞋 然后变成我的东西会比较多 然后因为东西会比较多 我早上我会换最少八件衣服 两条鞋子 一双鞋子 然后下午 有时会换五条 衣服 跟一条鞋子 因为很湿嘛 对于马来西亚的天气很热 流很多汗 对 所以平时我都是会带 差不多六支球牌这样啊 然后 那都应该是会带十支球牌 蛮够利一些 因为我会带十支球牌 然后因为我不会 不习惯在外国 人家绑的线 那个压力不一样 有时你去冷天的时候 你的压力会比较紧 然后我们的 就是马来西亚跟我绑线的人 他会知道 这次我去冷天 去丹麦会冷 然后他会 那个压力会比较紧 有可能我每次绑三十二 然后这个我去国家 有可能他绑三十 然后去到那边 就会变三十二这样 其实没有打球哦 有想过好像 我们还要想要去打 就是偶尔打这种比较小的比赛啊 那种生活 还是放不下哦 还是有那种感想有时候 肯定是有的 你看 每次在人家看 在直播看人家比赛的时候啊 像比路讲哦 人家喊那种名字的时候 觉得哇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那个 那个 那个声音人家喊那种名字的时候 是啊 是很紧张很压力 但是 会想回去 想开始回到小比赛的国家 因为马来西亚的球迷 其实我觉得是蛮热情的啦 对 当我们打好的时候啦 但是当我们打不好的时候 你们也是要支持我们 对 你知道吗 一定要支持我们 对 因为是很辛苦啦 我觉得 我就想 因为给小孩子一点 挣能量啦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 时候咧 很多人就 很多小孩子开始 一直打游戏嘛 在家打游戏 所以我是觉得 但是 我可以跟你讲 你不可以怪他们打游戏嘛 嗯 因为现在的年代不一样 对 有可能打游戏会 奖金比我们羽毛球更多 哈哈 所以 你看到吗 对对对对 为什么 人家讲打游戏呢 现在 2024我没有记错的时候 有游戏的比赛在奥运会 有啊 啊 我不懂啦 他们听说有可能会 Minecraft啊 他们讲啦 但是 你要看他们的奖金 比我们的羽毛球更丰富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 我打游戏嘛 小孩子 因为现在YouTube啊 电视机啊 还有那个网络 很 不要讲我自己的小孩都会 会玩 然后我觉得 运动还是要运动 因为 我觉得是游戏 有可能是眼睛的 那种会 破坏我们那种的眼神 对对对 所以我意思是说 我们要激发他们 给他们一个真能量 然后去运动 我们不是说要 他们打世界级 运动啦 给他们去乳患 身体好咯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样是不错啦 我觉得 不管是做什么运动啦 嗯 都是 呃 不要放弃 那个还是最重要的 对 其实不要放弃啦 我跟他 其实我们是 同一个best啦 我是junior啦 但是 我是比较容易放弃 我是容易放弃 然后我也没有 当时候 我们也不听人家讲啦 对 就是但是 就是 呃 Roto的mentor 可能他跟着教练 还是 他很严啊 对 他一直监睹着你 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着 其实我开始啦 开头那个教练很重要啦 像比如那种 Dato Mishun 带我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训练 其实到最后 我认识是最重要的哦 不管是 呃 讲野猫球啦 整个趋势 整个运动啦 我觉得 很重要的 很重要就是 Discipline Discipline哦 对 Discipline哦 其实有天分来说 其实有天分 如果你不要 Discipline啦 真的是浪费 就 我是一个例子啦 讲真的 所以我在这里 我是不希望 真的不希望 小孩子是 在打到好球的时候 在Discipline那边的 就是 问题 有问题 然后就浪费了 其实我只能 我只能说 陈宏讲的 也是对 很多 我不需要讲名字 很多哦 真的很多 很多我们马来西亚的球员 其实是 呃 在技术方面 应该是在世界一流的 对 就是因为它 Discipline的问题 Discipline的问题 自己 呃 自己的思想的问题 我觉得 呃 我只能说 我们马来西亚的球员 是 全部都是技术 我也是觉得 我每次讲 人家问我的话 我就讲 第一个 Discipline 因为我曾经 我的错误就是 Discipline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Discipline 真是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 我看到 世界级的人 拿 World Champ Olympic 他们都是没有天分 没有技术 但是他们有 Discipline 对 他们那个 我们也是击败在这里 知道吗 对 我们只能 不管是 我们羽毛球啦 我们可以分享 看那种 Crissey Nonado 我们可以讲 嗯 他也是三十多岁 你看他的身材啊 perfect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也是 Discipline 你可以读他的故事 他吃的东西啊 跟别人不一样 不是他自己讲哦 是他的 team meat 自己写出来的哦 嗯 他自己吃他的菜啊 蔬菜啊 就是因为 preparation for 明天他的 Duff game 因为 Crissey Nonado 不像我们两个 是自己哦 他是整个队伍 但是他还是 照顾他自己的 饮食 嗯 我觉得 不管是 你看 很多 我看的那种的 书 像 Federal 嗯 哦 你有看了 有 我有读他们的故事 也是嘛 他们也是 Discipline 嗯 对吗 以前你讲 Michael Jordan 嗯 David Bacon 嗯 人家讲 哇 他把那 那滴很美 人家一天 Tick 几百利哦 是啦 好像 那个 Tordon 好像我们那边 杀球 杀球 对啊 对嘛 我们杀球也是杀 多了 但是有时候 杀出死吧 我的球很慢 对对对 因为我们 我们羽毛球 就是说 有时候 在比赛啊 我们 很多人不懂 因为 我们打的是 有 Acon 你可以讲一下 这个东西 因为有时候 我讲他们不相信 你讲他们 有个人相信 每个比赛 都 球场都不一样 因为那个 风向啊 Acon 你懂吗 然后你到那边的时候 为什么每次 TOP 会第一拳第二拳出呢 嗯 然后到到 Quart final Semi final 很难输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 适应那个场地 那个风向 他掌握到 那个风向了 那控制那个球 嗯 然后因为每个球场下 比如 Yorup 比较好一点 也是有一点风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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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难打 跟马来西亚 Open是最难打的 新加坡 我们是带那个什么 风针 我们带风针去打 很大风 其实 就是全世界 我打的最难的比赛 第一个新加坡 嗯 第二个 马来西亚奔 Puketia 对我讲 但是一开始 马来西亚奔 是难打 对 但是一霸强过后 他就 很难打 人多了 他的风一开大 他就会 没有这样冷 然后就不会 这样大了 比较好打是不是 比较好打 因为开始霸强的时候 人就很多嘛 第一拳 第二拳 比较少人看 开始霸强的时候 比较多人的时候 我觉得风向比较少 但是印尼也是很大风 印尼 还有印尼 因为印尼不是他自己的 他都不是装饰的 他就是 超级的那个 那个风向 对对对 那个风向 每一天都 不一样的 然后就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 球员都很有能力 控制那个风向了 你不会觉得吗 马来西亚 印尼 对对对 马来西亚 印尼 但是马来西亚 印尼 不对 其他的如果他 不要讲国家啦 就是有一些技术 没有这样好 对 我们就不要有 对对对 然后你看有时 人家会骂 为什么每次跳就 这样容易拗的 其实他们不懂 因为整个球场都有风向 对 然后 好我们要慢慢去适应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经验来的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经验 因为如果要打世界级 这些东西是经验累积下来的 对对 像比如我们现在 我们的国家队 有开始开工条片 他们训练 就是念他们的那种技术 给小孩子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这样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控制能力很强啊 对 马来西亚的控制能力很强 对 所以我们就到这里了 因为如果故事要讲也是很长 对吗 应该是两天三天 还是两年两夜 我也不懂 对对对 在这里我要谢谢 就是要谢谢达多利今天 出来跟我聊天吹水 这样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讲 你可以讲 不要讲也是可以 有什么要讲 没有什么要讲 像下一集 还有人谁要留言的 要问的我们在做咯 看有什么东西 你们觉得要问达多利的 但是要问好的问题啦 尽量啦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希望 我们是做正能量 正能量的视频 给一些小孩子去打羽毛球 然后在这里呢 新年也是要到了 对 然后我跟达多利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对 然后 信仰四层 信仰四层 OK 你要什么 有什么 OK 拜拜